当巨红出9比3 一场关乎世界第一的对决 最后的一分更是霸气 连续两条直线的调动 直接硬碰硬摆了一个斜线大脚 贴出对方的旋转摆了一个角度 反正东的上车弱点更加主动 挂了一板高调后快打到正手大脚 回防守的这一板 速度还是慢了点 打到上车段的防正东 显得更加厚实 特别是热脸的玉胖 发出的意图非常明确 连续的加压顶到直线 没有适合的犹豫 手机下的防正东 一赶一往的慢着 打得非常主动 总能够变在前头 像这样的会防守质量 已经是非常极限了 插出身体太多 发得非常隐蔽 防正东有些失位了 接发出的暴凝直线 在接发球上面找机会突破 这样的防守进攻 有些超水平了 速度又快 角度又大 防正东的接发球调整 特别迅速 面对王主星的拼命博杀 防正东的发球严密性 就显得特别重要 原本的琳娜 图仗变成了白短 有些打乱了对方的重心 发球的状态非常火爆 无论是在进台还是中台 6比1的尝试开局 这个防拿这辆已经是很高了 还是被掰了一个大脚 想去前阵到中间位 不料防正东的防守太能进攻了 发得有点晃 那对方老于胖出现了问题 他们的排名积分已经是非常接近 一场胜负 最后还能够决定 选择世界的第一 连续地给到了中间位置 让对方的侧神 显得非常别扭 这份的王楚清完全站住位了 不再财心的侧神 连到中间位 接下来到防守 这帮揭发球控短 给的非常巧妙 让对方的侧神很难发伤力 在细节的处理上 还是防正东 显得更加老道 想去上得得分 帮助王主清以11比8 拿下第四局 在出手的瞬间 图章变成白短 让王主清有些掉位了 冒了半高 罚球的调动非常迅速 扛住了王主清的接罚球前攻 主要对方的帮助台 这届乏力 正在出行的WTT 多化难者的总决赛 他们将很有希望 会持到最后的难打人决赛 旋转上的变化 王主清领的一个半高 就到这一分的霸王里 这是霸气侧露